日本邪心小岛在11月5日举办的电影宣传活动上 突然公开恋情 当场吓坏现场所有人 当天另一名邪心小山跟女星高桥也一同出席 活动当中刚新婚的小山不断说着新娘之间的甜蜜闪光事 对于那样的幸福气氛 小岛则是表现出一副受不了的样子 高桥表示 今年可以演出电影很充实 其他私人方面就比较没什么进展 小岛听了就说 你也差不多该开始紧张啰 接着小岛的视线看向经纪人 然后说了些什么 突然他就大声宣布 我有女朋友了 还表示 我也不是什么偶像 所以说出来也没关系 大概一个月前跟圈外人开始交往 对于小岛的公开 小山给予祝福却又难言不可置信 因为小山说 那样的话他刚讲的那些闪光话 所制造出来的效果 这下全都没用了啦 一副充满危机感的模样 后好啦给人家放闪光一下不会死啦